一般西人認為是百慕大廈的天堂 我記得我在香港讀書時 我的老師知道我去百慕大廈 你這麼幸運,香港百慕大廈是一個天堂 其實我來到時,我都覺得是平平無奇 因為三十年前,沒有那麼多高樓 香港不算高,跟香港相比 但這裏五、六層的已經算是高 還有人的轉變亦都很大 如果三十年前,你來到在街上調的銀包 起碼過四、五個小時回來的銀包都還會在那裡 沒有人會拿來的 神秘三國的時候,周時都說 但始終我們又沒見過 我相信百慕大人也不是有那麼多人接近過他 和百慕大人,六萬人一樣 方老闆五十年來,都沒見過任何神秘三國現象 亦都不關心這個現象